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是 一般法律原則 一 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跟其他的法律原則一樣 是行政法當中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則 那麼就如同我們先前所說過的 行政法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法典 所以呢 它很多法令的應用和解釋上 非常仰賴一般法律原則 來做一個指導和補充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看 所謂的平等原則的定義 那麼平等原則 其實如果 你透過行政程序法 或者是我們曾經 讀過的 參考過的法院的判決 你可以發現 簡單來說 平等原則是指 行政機關 如果沒有正當理由 在做成行政行為的時候 它對行政行為所規制的對象 是不可以有差別待遇的 要特別記住 我們紅字標註的部分 平等原則並不是機械式的平等 騎頭式的平等 它也允許不同的差別待遇 但是前提是必須有正當理由 那這個正當理由可能有不同的來源 或許是來自於弱勢族群先天的差異 或者是來自於不可看力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背景的因素 但是 無論如何 這個正當理由 它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但是 是非常必要的前提 所以平等原則 它要求的是在 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 行政機關 它不能夠有差別的待遇 那麼接下來我想我們會來談的是 如果把平等原則轉化成 法律條文的形式 那麼最明顯可以看到的就是在 行政程序法的第六條 那麼第六條當中很明白的告訴我們 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的理由 不得為差別待遇 那反過來說 如果有正當理由 那自然就可以有差別待遇了 那麼這樣的一個做法 平等原則主要是為了保障 人民在法律地位上的實質平等 請注意喔 是實質的平等 而不是 形式上 機械式的平等 那麼所謂的差別待遇 到底 有哪些可以參考的標準呢 那麼事實上我們可以看看 所謂的差別待遇 它所考量的標準 一般來說 是以事物的本質 比如健康檢查 那男女先天生理結構的不同 當然健康檢查的標準 自然會有所差異 或者是 即使是事實情況 也會有差異 同一類型的違規 如果 違法的程度不一樣 那麼當然 處罰的內涵也不一樣 那麼這是合法的正當理由 那自然可以有差別待遇 就好像我們 騎摩托車 呃 紅燈違規右轉 那事實上 警察 在執行這樣的一個 裁罰的時候 他是可以有 呃 裁量的空間 按照事實情況的參與 給予不同金額的 這樣的一個裁罰過程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 呃 在我們生活中 其實存在非常多的 這樣的一個 平等原則的應用 好 那我們來 從我們 比較生活上可以看得到的行業中 我們來討論一個案例 讓大家能夠更清楚的 去理解 呃 平等原則 在一個行政法上的 一般原則 讓他在我們的生活中應用時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呃 我們就以就業歧視 這樣一個個案 來跟大家做說明 你可以看到 我們生活中有很多廠商 他們會辦理爭彩 來辦理這個呃 呃 員工的這樣的一個禁用 那我們以就業服務法來看 那麼在就業服務法過程中 就會看到很多個案 好 那麼他其實是違反了平等原則的 好 我們看一個個案 那在我們台灣的南部 其實離 離我們學校並不很遠 呃 有一個非常老字號的秉圖 他那家店非常有名 幾乎每天都是排隊 那銷路非常好 那甚至我還看過 還有人要請別人代為排隊 就是你實在排太久 實在受不了 要請別人幫你排才能夠買得到 可見這生意非常的好 那這家店 呃 非常老字號的秉圖呢 他在店外面就刊登了一個 偵彩廣告 那這個廣告很明顯的 他要限制年齡 也限制性別 比如說我只要女性 好 那這樣就導致不符合資格的人喔 可能他就去檢舉了 這樣是違反了就業服務法 那在就業服務法當中 的第五條很明白的規定 不能因為種種包括性別啦 年齡啦 宗教種族 這樣的因素 來歧視一個受僱者 或者是一個求職的人員 或是一個債子的員工 那地方政府收到這個檢舉以後啊 他們就開會來評議喔 來審查 那後來就發現 他真的是存在 符合這個就業歧視啊 所以就開罰了30萬元 其實不小的數目啊 清台幣30萬啊 這個賣很多高餅 也才能賺得到 當然這個餅庫就不服了 他就行使他的救濟權 他提起行政訴訟 那麼高雄的高等行政法院 在開庭審理之後 他認定 這個禀負責政策廣告 真的是有年齡性別的限制啊 而且很重要的是喔 他沒有辦法提出限制的理由 各位注意到沒有 法院的判決很清楚喔 其實你也不見得 就不能有限制 可是你的限制必須要怎麼樣 有正當理由 看到沒有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的平等原則 唯一的例外就是有正當理由 但是這個禀負的真才廣告 卻沒有正當理由 所以咯 那你就違反了救援服務法 因此 你就會被行政機關 裁罰 就罰了罰還 30萬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所以其實就在我們生活中 各位看看喔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很多真才廣告 就不太敢明目張膽的 到處限制各種因素 因為你這個很有可能就是違反了救援服務法 所以 我們在一般來看 由平等原則 又可以衍生出 兩個 啊 指原則出來 讓行政機關要自己去保持警惕 啊 那麼第一個就是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那 從平等原則衍生出來的這個原則 是讓你行政機關知道 如果當我們要去裁量某些行政處分的時候 是不可以違反你長期一貫的慣例 換言之 你過去在同一種類型 同一種行為的申請案件 你都是用同一個標準 去裁罰 欸 今天某人來申請的時候 你卻採取另外一種標準 你又講不出你的 正當理由 嗯 那這個其實就已經違反了平等原則喔 也就是平等原則衍生出來的 行政自我的拘束原則 那其實在我們一般公務員也好 或在民眾的認知上 是可以看得到的 有時候行政機關 的確是會違反他長期的行政慣例 那他得拿出他的正當理由來做說明才可以 那麼另外一個 是禁止自益原則 這個原則其實是讓行政機關知道 嗯 平等原則是大家都一體適用 除非有正當的理由 可是反過來講 你的行政行為 也必須要有一個什麼 充分的實質理由 啊 比如說 對某一個弱勢的族群 啊 對某一個特定的族群 給予非常多的 政策資源 欸 遠遠大於給予其他的 社會的群體 比如說 你給 給65歲讓老人 免費健保補助 或者是 免費假牙的補助 這不是不可以 欸 這個給付行政不是不可以 可是你要有適當充分的理由 比如說 欸 你的預算充足 那議會也通過 而且認定 欸 可能在我們這個區域中 在這個行政的區域上 那 的確 我們的老人家 老人福利不夠 所以呢 我們應該從 起付行政的觀點 來 提供更多的福利 那這可能是一個正當理由 你不能因為 你認定 你有特殊的政治考量 所以你就 給 某些族群 非常多的 社會資源和福利 那其實這是一個 自義的行為 那你沒有充分的理由 那其實這也是違反的 平等原則 因為其他的族群 並沒有一直享受到 同樣的福利 那公共的資源 是不可以這樣來濫用 所以 以上 我們大家可以了解到 平等原則 真的是對行政機關來講 對我們人民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個 行政法的一般原則 也希望各位同學 能夠多多揣摩 思考一下 在我們生活中 相關的行政作為 相信對大家 一定非常有幫助 好 我們今天 就先說到這裡 謝謝 姑娘 ing